在台北市的投票和開票的過程中 現在是重大違法的事實 那我們看到在選舉的時候 都十天前都不能夠做任何的民調公布 以免影響選舉 然後當天也不能夠做任何選舉的宣傳 但是我們卻看到 全世界都不可能發生的 一邊在開票 一邊還在排隊投票 而且長達三個小時四十六分鐘 而且開票 等這些投完票以後 開票又開了長達九個小時之中 好幾度停下來 別的縣市 新北市人口比台北都還要多 都不可能像台北開票開得這麼慢 市議員的票都開完了 市長的票卻沒有開完 這裡面存在著重大的違法的事實 我們嚴重的懷疑 這個中間是不是中央選委會 跟台北市選委會 在這邊一起放水 操作在台北市的氣保 這個就是民進黨政府的奧波 所以我們在這方面 我們強烈的懷疑 所以我們今天提出選舉不效 先是保全證據 我們的壯子在這個地方 我們的先申請查封票第一步 然後我們接著會再提出選舉不效的訴訟 謝謝 鄧委員剛剛就要插三千兩萬票 他還是大進場的問題也不插到 我覺得事實上 現在連中央選委會都不可能會宣布他 這個已經當選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還要行政驗票 在千分之三的範圍之內 所以在這種形勢下 他根本就還沒有當選 政治的這個問題 這是為我們五十七萬的這些支持 盯手中的這些人 我們來爭取公道正義的問題 這是台灣民主選舉重大的一個違法事實 重大的危機 我們一定要訴求法院來解決 如果說整個選舉的過程中 有這麼大的違法性 這樣子選出來的市長 也不可能有任何的合法性 也不可能有任何的尊嚴 可以去做他的市政 好 謝謝 謝謝